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当我们去寺院参访或静香礼佛时 每到殿堂门口 有时候会有人友善地提醒 不能踩门槛哦 突然听到这一提醒 有些人双脚长瞬间不听使唤 什么,不能踩吗 先左脚还是右脚 慌乱之下一脚 就踩到了门槛上 民间有种说法 既踩门槛尽作斗 至于各种缘由 坊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在古代 门槛是地位身份的象征 门槛高低代表着门第的高低 同时人们认为门槛具有遮挡污物和辟邪的作用 可以将一切污秽之物拒之门外 此外 也有说法认为门槛是神灵的屏障 踩了门槛就会破坏自家的风水 冲撞家神 在传统古建筑中 一道高高的门槛仿佛一堵墙般 横根于正门之前 自然有了很多重象征含义 据考证 既踩门槛这一风俗始于先秦时期 那时臣子们出入君主的门户时 不能踩到门槛 只能侧身而行 后来门槛逐渐成为地位尊卑和家族地位高低的标志 之所以在先秦时期开始有这种规矩 正是因为当时对尊卑礼仪格外重视 礼记有言 大夫是出入军门 不见狱 意思是做臣子的进入君主的门户时 应该从门中央所述的一根短木旁侧身而过 不要用脚踩在门槛上 自此 祖祖辈辈流传的习俗里 老一辈总会告诉小孩子不要踩门槛 一方面可以防止木制门槛被踩破 另一方面也符合规矩和传统 透着对仙人的敬重 在寺院寄踩门槛 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门槛象征着佛菩萨的肩膀或者额头 踩了门槛是对佛菩萨的不敬 会受到惩罚 其实在佛教文化里 并没有门槛是佛菩萨肩膀或者额头的说法 如果说门槛是佛菩萨的肩膀或者额头 绝对不能踩 那难道就可以跨过去吗 事实上 在国外的佛教寺院里 并没有完全像我国佛教寺院一样 有一道高丽威严的门槛 就更谈不上有记彩门槛之说 记彩门槛属于民间传统文化 在佛教传入我国 并逐步中国化以后 人们才将本土风俗文化与佛教文化相融合 便有了许多特定的礼仪规矩 佛教寺院的门槛之所以修得高 是因为其中蕴含深刻的意义 只要你跨入了这道门槛 便将尘世的凡俗抛在了身后 你就会以一颗纯净向善的心来 感受佛教的庄严和神圣 佛教寺院供奉诸佛菩萨 是僧众住息的道场 是弘法力生的所在 进入寺院 理当遵守佛门礼仪 维护其庄严神圣 佛教寺院门槛修得高 体现的是 信众对于诸佛菩萨的敬重之意 在寺院里不能踩门槛 与其说是禁忌 不如说是包含了 吉祥寓意和文化内涵 见谐音为坎 有坎坷之意 若踩踏门槛 则表示欲坎 遇到门槛 大步跨过去 则寓意为跨过坎坷 往后便会一帆风顺 所以不小心 在寺院踩了门槛的信众们 也不必担忧 佛菩萨是不会因为 你踩了门槛 而惩罚责难你的 但这也不代表 大家可以在门槛上随意踩踏 无论在寺院 还是在平常百姓家 为表尊敬 都以跨过门槛为宜 进入殿堂 虽然不必过于纠结 踩门槛的问题 但其实 有个禁殿礼仪 很容易给大家忽视 按照礼仪 进入寺院 当顺时针而转 即顺转而行佛事 进入殿堂 当从左右两侧而入 若靠门左侧行 则先以左脚入 右侧行则右脚先入 出殿堂也是同样的 有点证据 屠宗 好 进入 于 这